昨天有人从群组传来这个照片 就是因为美国大法官不是 判说 那个 堕胎法的问题引起全国在那边闹吗 我上一集讲的 那现在他说下一个要针对 同性恋婚姻了 那有一些州一定会支持 有一周有些州一定会反对 然后共和党民主党党争的结果就会各自 会造成分裂的因子 我前面提过了 那就很好 期待美国的正式内战跟分裂 他再怎么 掩盖都没有用 那莫名其妙就出现这个棋子了 因为彩虹团体同志团体 这个同性恋 段秀龙羊这些团体 应该是 不会扛错棋子才对啊 可是莫名其妙会出现五色棋 你就算是色盲你也不会扛五色棋啊 这个五色棋 可能那个在台湾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人的 这些死乌龟 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人的 不说自己是中国人说自己是中华民国人的 那个蓝色的 独台你也他也不认识这个棋子 他也不认识这个五色棋 这五色棋是你妈妈的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人 独台 中华民国人 他是你妈妈的民国元年到民国16年的中华民国国旗 你现在认得青年白日满地红那个是龟公旗啊 五色棋是龟母棋啊 龟母才是正宗的 竟然会不认识他妈妈 只认识爸爸 因为爸爸是龟父 国父嘛 国佛 我提过了嘛 他是龟来之父嘛 以古语来议会那个风水局嘛 我讲过 风水局他是龟来之父叫他国父嘛 用古语国佛 你是龟来的 龟 乌龟 龟来 看到他有龟壳就不叫他爸爸嘛 当时所以才会认孙中山当国父啊 所以他就不认识他妈妈 中华民国在台湾 台湾中华民国 这个死龟公属出来的这一堆王八蛋 他不认识 自己的妈妈了 不认识中华民国 真的原版中华民国 不认识 那证明因为妈妈去世了嘛 可是蛋怎么会越来越多 这照理来讲 龟母不在了 你不认识也就罢了 可是那个蛋越来越多 那就龟公属出来的嘛 从外面找的嘛 原本 这个中国人会愿意放 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 也是因为想要 流来 我以前提过四象症的事情 在当中可以数出几颗龙蛋 随着世代交替 数出几颗龙蛋出来 因为 乌龟会到处去找 他不会找蛇蛋的 他会找 跟乌龟 蛇蛋长相太奇怪了 不对 他会比较 应该是 我的蛋 事实上他是龙的蛋 所以他 希望能够 中国人也希望能够出现几颗龙蛋 可是问题是 这71年72年来 他数出来的龙蛋没有几颗 聊聊可数啊 没有几颗龙蛋 大部分都是乌龟王八蛋 其他乌龟生的 其他窝里面 到了近期哈 不只乌龟王八蛋了 青蛙卵都拿来数了 所以难怪 那个 真的是青蛙台独绿蛙 台独绿蛙你是被那个龟公这样数出来的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是一只小青蛙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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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被列为爬虫类呢 哈哈 我不是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 你本来就不是 你是个贱之那人 你不是中国人 你是贱之 绿之之 贱之 原本 在 我们回过头先头来先讲这个旗帜好了 这个旗帜出现在美国街头啊 龟母显零了 因为你同志团体是绝对不会扛错旗帜的吧 绝对不可能吗 同志团体怎么会扛五色旗呢 绝对不可能扛 你色盲你也不会认错啊 因为那个色盲也看得出深浅嘛 那有黑跟白黑白在那个美国是很敏感的颜色啊黑白并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啦 黑白 那再加上那个那个五色旗 那个这个色者怎么感觉怎么有点不对啊 数量也不对啊 应该七色啊 红尘黄绿蓝电子啊 这怎么样也不会出现黑白啊 就扛出来了 这就是规模显零 因为你先前归功不是派了一个 代表来吗 那个 我都懒得提他名字的 中国国民党的那个什么什么主席啊 我都懒得提他的名字了 是个洋奴嘛 买办政客嘛 是个美国线人嘛 那 跑到美国 以为华侨老华侨都来支持他 因为他们知道老华侨是支持台湾这边的 新华侨后来 那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在新新华侨是一些汉奸洋买办移民的 啊 移民的就是类似那种法轮功那种 他认为也是会来支持你 呃 大部分是支持民进党的 那国民党的有一部分人支持了 但是他也不是真的支持 因为他们是大陆大陆来的比较多 那台湾去的所谓华侨那是台侨绿蛙侨好了 不要叫他台侨 你也不是台湾人 你也不是台湾岛岛民 你是归宫属出来的蛙鸾 也不知道从哪里找不来的 建台 建蛙侨 他们也是支持 支持 绿色也不会支持你蓝色啊 呃 但是 所以他当时去到这边就是寥寥可数 没有什么人来支持他啦 很可怜啦 又想要变 变立场了 呃 这就是其实是归宫派他去探路 归宫一派他去去那边探路 说他亲美啊 去探路 那 要成立流亡政府 因为武统快到了 那 而且武统是温水煮青蛙啊 因为你数了一堆蛙卵 所以要温水煮青蛙搞你啊 你先前就在温水煮青蛙搞台独嘛 对不对 你归宫知道为什么会遇到温水煮青蛙的啊 那他跑过去之后龟母就显灵了 所以会出现这个街头这个五色旗的原因是这个 因为乌龟只要 一般动 风水一般动 就会 造成天人感应啊 他自己很烂感应不了 像这个这个建规公啊 我都懒得提他的名字的中国国民党主席 他自己很烂感应不到 那就有别人帮他感应嘛 就会扛出这个 武色旗 你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武色啊 民国元年到民国16年的那个 中华民国国旗啊 再怎么样也不会是啊 怎么莫名其妙试试呢 那就天人感应嘛 就好像当初从大陆要跑到台湾来的时候啊 这龟公就有人天人感应了不是吗 那个戴季陶 他是国士他自己感应得到 感应到要要 到之后要要周朝了 而且我讲过了吗 周朝的那个最末尾那乌龟王八戏 龟公属数特别多那个乌龟王八戏 那就感应到了这我以前提过了好我不提 所以这一次的肯定就是一个天人感应了哈 你因为你归宫去那边探路将来要主持主持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美国 就叫中华民国在美国了 台湾被武统 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你到那边去就要主持大局 那就会有感应 龟母就会来 因为很简单 因为龟公是沿着龟母 的路径 移动的 龟公是沿着龟母的路径移动 或者是前面的乌龟 前面的乌龟移动的 因为周朝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乌龟王八戏是前面的乌龟嘛对不对 那这一次是龟母 他也是前乌龟了 这个中华 这个民国元年到16年的中华民国已经死掉了 龟母死翘翘了 那 可是他现在显灵 显灵 那个龟公一定会感应到 我以前的伴侣 要赶快过去 赶快过去 你赶快过去 中华民国台湾 台湾中华民国 带了这些青蛙一起过去 看了讨厌 不要在台湾了 所以现在温水煮青蛙是应该的 因为先前 这个死龟公就 做了一个独计 你看这是暗黑戏归功 他的风水格局 那时候 早期在搞潘金莲五大郎的那个戏的时候不是讲好吗 就是在李登辉时期 说统一是 能说不能做 所以要去大部搞九二共识 台独呢 能做不能说 一个能做不能说的台独 然后一个能说不能做的统一 那个是故意这样对起来的 很明显 这个对 这个对 这就是乌龟王八的那个 转圆系 那个从李登辉那个时候 那个 这个死断水流大乌龟就在转这个 转这个圆 所以他们搞九二公司去骗大陆 九二公司本来就是骗人的 骗大陆 在这个风水局就是一个骗人的 那 可是那个绿绿蛙很奇怪 因为他自己属那个属那个 龟龟属数数出来这些蛙卵 他搞青蛙的智商很低 因为比你的那个乌龟还要低 哈哈哈哈 所以你你搞得懂什么是能做不能说 能说不能做 能说不能做 是由我国民党去搞假统一 对不对 那你民进党去搞 能 能做不能说的台独 可是青蛙智商很低他搞不懂 能说不能做 能做不能说 他搞不清楚他自己是 能 能做不能说啊 所以他拼命说啊 我要台独 我要台独 然后一直被打 老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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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拼命一打 又在那边讲一些萧维 拼命挖民嘛 那归宫就很 归宫就 遇到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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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卵 这整个风水局就很混乱了 啊 他因为他搞不懂能说不能做能做不能说 搞不倒那个性子 所以台独就拼命喊出来啊 喊出来别人就知道你那九二公司根本就假的 那假的没关系嘛 那就将来你你温水主 那时候他们 归宫的毒计 是希望慢慢用这种方法来祖死 岛内中国人嘛 叫温水主青蛙 很可惜 现在武统也要来给你温水主青蛙 是阻止你们这些 这个数出来的乌龟王八斤还有 一些青蛙啊 因为你们才是青蛙 你搞不你你搞不懂能说不能做能做不能说吗 搞不懂 那个那个挖卵分配任务给他的时候他搞的 这青蛙不懂啊 那就搞砸了那现在就要温水主青蛙了所以到最后是武统温水主青蛙 唯一点打圆你看看现在的局势啊 就是要唯一点打圆 温水主青蛙 到最后完成统一吗 你的能说不能做能做不能说的那个转圆系就转不动了他现在还在拼命转圆所以一个往大陆跑一个往 美国跑有往美国跑就一定有能往大陆跑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主席往大陆跑 现在这个主席往美国跑他往那边跑是真的 啊 是真的 去探路吗 那 那个往那边跑是 假的 忽悠的 合过来又转圆啊就就有人一起来讲统和对不对又是骗人的 你那个那个戏嘛我 一般人看不懂我一看就知道这乌龟王八的那个风水戏了 你不用玩了啦 玩不动了啦转不动了啦 因为你那个青你你你你养出来这青蛙拼命叫啊 原本你的能说不能做能做不能说他都搞不懂啊 你的你国民党的台独阴谋 独台阴谋就破功啦 那对中国人而言真的 要把你温水煮青蛙还要煮龟公把你煮死掉了 你没有意义啦那你他他发现 青蛙搞不懂温水煮青蛙会死吧 可是 龟公搞得懂 龟公发现温度越来越高 他手圆他搞得懂 他会去外面比较温度嘛 那他发现可能不行了 他就要走 所以这个风水局可能因为往那边走的 所以龟母 才会显零在美国街头嘛 龟公赶快来 这里乌龟王八蛋比较多 比较好数 赶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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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一定要变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近年就一定要 一定要实现 因为温水煮青蛙我们家要温嘛 所以 呃台湾的中国人 啊就不用担心 大家一起发工发温 用各个各自的管道 想尽办法一个弄一个吹温就对了 因为这个风水局暗示很清楚了 我前面讲的很清楚了 那就温水煮青蛙龟公会跑 青蛙不懂 哈哈哈哈 青蛙连 连温水热水冷水他都没搞清楚 这么呱呱呱 那个 龟公赶快走 所以总的来讲是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这 这些年啊 龙蛋真的早期有在数 但是 没数几颗 亮点没有几颗 我前面都已经提过有哪些龙蛋 包含我 啊 那基本 这种精英没有几个了 啊 我以前有提过了吗 长节马对不对 啊黄道无间啊 这个是一定要列入的 啊 那个 游戏也有啊 就是游戏啊 游戏的那个就是轩缘件啊 我以前也提过这个游戏对不对啊 他带了一点 风气啊 然后还有点点点啊自己去找 有一些啊研究有一些 大家挑了 因为那个龟公数出来的那个东西很杂乱啊 那少少少数 是 可以 可是到后期是一个都没有了 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没有利用价值啊 他没有存在价值啊 从这个角度看都没有 都都都属蛙卵去了 他连乌龟蛋都不属了 哈哈哈 搞了一堆 连能说不能做能做不能说他也搞不懂的啊 呱呱呱呱呱呱 让世界看见台湾 让世界看见台湾 那就温水煮青蛙煮食好了 那么最后回到这里来 这个北洋 骑出现在 美国啊 那中华民国人不认识 可是他认识你 但是归宫认识他 归宫认识他 他也是中华民国 他是民国元年到16年的中华民国 那要把你们 迁到 美国去了 台湾也不给你呆了 台湾也不会给你呆了 当然台独做不到 中华民国死期快到了 归宫自找的 在台湾的中国人再继续加把 大家一直 今年我提过了 二十大要 猛烈的检验摧蚊 那么另外还有一只乌龟 我刚才讲的是断水流大乌龟 中华民国乌龟王八局 断水乌龟 那还有一只新英流的 看他混的怎么样 你看 这个新英流乌龟号称自己是先进国家 跑到G7里面 我前面在提那个 泽连斯基的那个影片的时候 他们也把G7好像捧着好像世界的统治者 你看那个 泽连斯基以前演的那个 那个影片 G7世界统治者 可是问题里面 G7早就 早就变成一个嘴炮小团体了 在那边互舔 在那边 搞一个小圈圈 让人觉得很好笑的 这个 G7变成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互相取暖的小团体 那也就罢了 可是这个新英流大乌龟在里面 你混的不太好 你看这张照片就知道了 这也是 也是可以感应得到他的那个情况 他们看不到他的头 在场记者 换了很多角度拼命猛拍 可是 代表的照片一定是这个 我也看过其他的照片 其他的照片 他的头 只探出来一点点的 新英流乌龟的代表 这个是头被遮掉 干脆不给你露像 那个其他不是G7的 那个什么欧盟的什么理事会都跑来了 都还有像 你 所以乌龟王八戏 也不是只有台湾在玩 也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在玩 台湾是省的 不是国 只是参与了你这个中华民国乌龟王八局 之后的台湾这个名称要洗清一下 你这个新英流大乌龟混的没有比断水流好吗 你在G7里面在那边销 你在G7里面在那边销 出钱的时候你有你 出钱的时候要露你的那个像 其他就要把你的头遮掉 你说你不是乌龟是什么 缩头啊 你新英流不是很会伸头吗 那个那个新英流就是会伸头啊 我讲过了吧 新英流是 很努力的伸头吗 可这个时候怎么变缩头乌龟呢 在场的没有东方人脸孔啊 你日本的新英流大乌龟 你觉得你混成这副德性 你不觉得很很可悲吗 很很可悲吗 还有脸 还有脸说什么 台湾有事就是你有事 台湾有事就是他日本有事 他会讲这句话 是因为 也是也是风水感应 因为都是乌龟了 以前互咬过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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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咬了 以前互咬过了 这个你们查一下历史知道了 互咬 互咬 咬到最后一起当收头乌龟嘛 那段水流帮新英流数那个乌龟王八蛋嘛 他数太多了丢一些给他嘛 那现在 终于 可是他给你的那个龟蛋都真的是 至少不是挖卵啊 至少是乌龟王八蛋 那就出现这个什么 从安培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手相的名字我懒得去念他了 那个这个 因为他没有头没有脸 混G7还要混成这样 G7已经是 中国人都看不起的一个取暖的小团体了 那个那个 你有什么 就只有打中脸充胖子了 气速已尽了 可是 你在这里面还会混到没有头 混到缩头 哎哟 所以你看那个风水局啊 是不是有感应 你新阴流现在真的是在缩头啊 你不是很会探头吗 探不出来 我还看到另外一张侧面罩的也是把他头遮掉 只露出一个鼻子前面一点点啊 那你看是不是乌龟 乌龟伸头 但又不敢伸 又说回去又伸了 那个那个情况就从侧面一看 乌龟头 人家都是 脸是很清楚的 这个半身侧面了 你没有啊 那个缩头啊 所以你看这个风水局啊 所以你日本真的是 要玩完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连G7都混成这副德庆 G7中国人是不屑进去的 不屑进去的 中国现在在外面其他的团体混得风生水起 还被捧当武林盟主 而且是普京 普京去捧的 你看那个说新阴流乌龟 那个收到里面去 在这个G7团体你都还要 这很可悲是什么 他们还在想象19世纪的那个场景 还在梦想 以前 自己是上古的那个 19世纪那个 强盗瓜分世界的那个 那个幻想的场景 还在梦想 我 我跟这个这些欧美是属于同一流的 这个是世界一流的 到时候你跟他们会一起搞到 世界末流 你再看看世界一流是什么情况 这个现在 没关系 这个小团体 还玩到变缩头乌龟 真的真的是跟台湾一样 谁叫你要挺台湾 挺台湾的话就会变这个样子啊 你心音流就越来越不心音啦 越来越像断水流啊 头会一直说啊 说啊 说归壳啊 说说说 说到你那个 好可怜啊 我看你背后的那个天皇啊 那个鬼金家族啊 看来吐血啊 抓了一个 整死一个 抓了一个丢一个 到最后忍住一个给你呛赌 还呛成这副德性啊 乌龟王八局 所以没日本经济不是该完蛋了 安倍现在拼时在炒作台湾问题就是这样子 他已经没有牌了吗 可能之后下场会很惨他现在要拼命的 至少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 日本国家正常化 日本国家正常化他也只有一条路啊 就挑拨中美开战啊 他才有机会混水摸鱼啊 才搞搞一个正常化 我看是没有忘了你的正常化没有忘了因为你在G7里面 还混成这副德性 那你在北约里面你说你要去北约那边开会 他有点不愿意了 他比韩国人聪明 他不愿意了 但是不愿意还是被拖着去嘛 那 你在里面肯定也是说头龟啊 出钱出力的时候有你 想那个 做决定的时候没有你 这乌龟的气数 都完蛋了 那 新英流还可以活一阵子了 因为新英流 毕竟他的龟壳大嘛 而且他没有跟中国 他欠中国人的账 还有机会可以还清 你这个 断水流本身就是中国人养出来的 你你你还想要赖倒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 台湾的中国人不要 去大陆 纯粹就是垂温 你的根还是留在台湾 绝对不让 这一群蛙卵 数出来的青蛙 盘踞在这个岛上 要把他们一个个揍 对台独其实就很简单 你就只要对他凶对他揍 对他猛 他就怕 因为 他的那个 智商 有问题 因为他连能说不能做 能做不能说都搞不清楚嘛 前面啊 对不对 国民党在搞台独的时候 李登辉那个时期 一直到马英九的时期 也是在搞台独 那他一个能说不能做 能做不能说 他搞不清楚啊 他那个时候就 国民党最后的阴谋就是这个 转远啊 想要 浑水那个 转到龟壳一直在旋转 他们 里面的 你能你你承受得住 青蛙承受不住啊 青蛙冰头转向 能做不能说 能说不能做 我搞不懂 然后到最后跑到大陆 哎 你们中国我台湾 呃呃呃呃呃呃 然后就被垂了嘛 然后老公来了 老公来了 老公来了 所以你国民党 罔为 乌龟王八蛋 很可怜 到最后不止你罔为 小人乌龟 连 连新阴流也被你拖下水 连日本新阴流 他也会越混越糟糕 他的那个风水局越混越糟糕 混到最后老外还把他的头给他给 消掉 你不要露脸啊 你这个东方脸孔 让人看了想到你像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我知道你是什么 可是你很像 哈哈哈哈 我不是支那人 我不是支那人 对你不是我知道 但是你很像 你长得太像了 拼命骂中国说 我不是啊 可是人家还是要把你头消掉啊 因为他知道你虽然你不是中国人但是你 你你是乌龟啊 我把你头垂下去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记恩卯 啊 所以日本首相你也搞清楚你跟 跟那个国民党党主席啊 是一样一个一路货 一路货去那边当羊奴有剑体还要当缩头 好可怜出钱有你 那个 收割的时候也有你 但是做决定没有你啊 你在那边取暖 给你一个位置圆圈 可是让他告诉你你是最贱的 缩头归 缩头归很多 所以我很鼓励 那些老外做一件事情啊 就是你们把对 你受了中国人的气的话 好你就把他发泄在日本人身上 就像把那个 这个什么什么首相 日本什么首相 就把他遮盖给他羞辱跟他要钱 不是什么什么基建计划吗 G7的那个 互田的那个温暖 然后之后说要刨出一个要要出多少钱来搞基建啊 那就要日本出钱 就就把你们被中国人受的气把他发泄在日本人身上 所以不要给他露脸 让他出钱 平常多蹂躏一下 谁叫你要跑过来 我不是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 我知道你不是啊 可你很像啊 是不是垂 一不见样 所以那个老外是不是要把种族歧视 用在他身上啊 用在日本人身上 要充分运用 充分用在他身上 那个网为小人嘛 网为小人嘛 那现在有 韩棒很想挤进去嘛 南韩那个那个棒子很想 云南那个很好 多一个缩头归 两个一起缩头 日本跟韩国一起伸一起缩 组织在前面坐着 两个跪趴一起伸一起缩一起伸 那个那个那个那这两只乌龟还不合啊 所以现在那个 南韩这个扇鱼金 那个现在新任的那个南韩总统 就是就想要把这个南韩这个扇鱼金把它弄成 乌龟王八斤 他觉得跟日本这样比较好啦 可以缩头嘛 对不对 组织要你伸你就伸出来 组织一传你就缩进去 这个很好一起 多一些乌龟过去 看了 呃 去被歧视 去到到美国那边歧视 所以我很赞成 你们外国人 老外 你们也告诉老外 你们 受中国人的气 你可以把它发泄在日本人身上 要跟外国人这样讲 一定要一定要讲 把它发到日本人身上 因为它是乌龟 是乌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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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